近日高云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发布了一款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FPGA芯片及配套平台化产品 这也是中司公司收购美国FPGA厂商莱迪斯Lattice告吹后第一次亮出国产名片 意味着中国新家族多了一位中国造的万能成员 增加一个USB功能集成一片新市场 FPGA是现场可编程逻辑阵列一种可编程万用芯片 其特殊的灵活性决定了在新兴应用领域中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特别是当下火爆的人工智能没有现成的芯片 ESIC可用只能通过FPGA利用可编程的特点来实现并验证工程师所需要的初步解决方案 中国厂家发布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FPGA芯片 这种芯片的在军事及尖端系数领域应用广泛 这是对美国的封杀最有利的回击 与目前消费市场很少集成USB2 零功能快不同 新的芯片将它集纳起来 这透露出一个技术信号 FPGA不仅应用在通信系统和设备上 而且与消费类产品搭上关系 高云半导体CEO朱景辉表示 就像苹果工程师对FPGA表现出的兴趣一样 在iPhone7中已经用到了FPGA 对于集成电路 曾有厂商将CPU中央处理器与FPGA集成 后者善于并 行计算处理能力强 前者则强在管理 这正是FPGA所缺乏的两者结合 可有效的提升整体性能 可是高云芯的芯片放弃了CPU 却与MCU单片微型计算机集成到一起 朱景辉给出的理由是 一方面在MCU市场 ARM架构已经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 因此FPGAARM内核的架构 将有助于提高FPGA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 迁入式市场非常宽广 高云选择采用FPGA MCUARM的方式进入这个广阔的迁入式市场 主要针对的还是中高端的差异化应用 力求开做出一片新天地 在消费级领域中 迁入诸如U SB2 零等模块的芯片会在图像 先控智能工业 医疗设备等领域逐步推开 动态可重构 以及单片集群水平不断提高 将使FPGA功能越来越强大 比如在伺服电机控制器中 芯片的集成使这类应用的控制系统更简洁 还有更精准的电机部阱控制 更选的显示效果控制 更加人性化 更加简易的人机交互方式 2017年9月 中资公司收购美国FPGA芯片制造商 来迪斯Lattice半导体的交易 被特朗普罕见动用总统权力否决 改变加密技术 应对突发断电 制造芯片要分层研磨 反向玻璃可以将芯片每一层信息偷出来 比如将工艺次序到过来执行 珠层拍照 克隆 即便完美复制的成功率很低 万里调移的机会总会有的 因此供应特殊需求更成为一种在遭受技术封锁环境下的有效办法 而且芯片做的设计常被抄袭 其电路设计和外形非常容易被原封不动的复制出来 高云芯片实现的创新加密技术也是针对芯片本身 被克隆和芯片设计被抄袭两种情况 对于前者 高云的GWEN系列芯片实现55nm流片和28nm设计 如果进行反向克隆设备成本昂贵 且后续生产也是一个难题 高云半导体董事长程天成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因为从90nm开始晶体管的大小根 光波几乎相信拍照产生演射现象 厂商则从光学原理出发 算出演射情况做修正在物理上还原 但是摩尔定律不断推进 55nm 40nm等级程度更高的芯片靠反向克隆还没有成功 而被用户设计的保护芯片多了一种自我摧毁的手段 以保证用户设计的数据流不被读出 陈天成打了个比方 这项加密技术有点像ATM机 如果ATM机被恶意破坏了 里面的钱会被喷上大量的墨汁 即使把钱取走钱也用不了的 特朗普与其前任奥巴马的政见虽有诸多不同 但是强力遏制中国发展半导体芯片产业的立场 却惊人的一致 新的芯片是F LASH工艺的非议师信FPGA 所谓非议师就是像闪存一样 当你通电的时候数据就在里边 当你掉电的时候数据还在里边 相比于美国FPG厂商 LATUS的OTP只能编程一次 对标产品高云芯片采用闪存工艺技术 可以多次编程 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可重用性 陈天诚表示 目前该类型产品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CPLD 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 每年约有5亿美元的市场总量